英国首相角逐战来到了尽头 激励英国大盘指数 闭市收高和英镑反弹 就连国债殖利率也出现大幅回落 反映投资者对英国继任首相投影信任一票 那因为如此市场分析员就表示 这一波反弹或许只是短暂的 因为市场对英国整体的财政前景信心依然不足 如果我看着肯定在市场中的肯定 这移动的10年年纪稳于低下 是在显向暂时的肯定的肯定 我们所见到的年纪稳 所以这就是肯定在市场中的肯定 但是如果我们看着肯定的肯定 那不是太强了今天 我们其实看着肯定的肯定 对于欧带的肯定 对于亚中的肯定 对于亚中的肯定 所以我们不正在看着肯定的肯定 随着苏纳克确认出任 保守党党回之后 英国大盘指数 英国富时100指数 扭转了星期一早盘跌势 闭市时收在7013.99点 上涨44.26点 或0.63% 英国二年期到30年期 国债殖利率也出现了 大幅度回落 尽管英镑对美元汇率也有反弹 截至早上10点半左右 一英镑可以兑换1.1306美元 回弹了0.25% 但是市场分析员就认为 虽然英镑在苏纳克当选消息之后 出现反弹 但是未来依然可能会遭遇挫折 因为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可能会让人们的注意力 重新回到英美经济日益分化的前景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